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国际解说 狗头齐 那今天的这一场将是有 招队啦 神之对上TOKIDO TOKIDO我以为他已经今年不准备出来打比赛了 但是呢 他还是来了 因为他现在很忙 他在日本这边已经是电竞明星了 要接各种活动啊 要去代言各种商品 还要参加SFL联赛的录制 所以他现在确实日程非常紧张 然后在比赛上见到他的次数呢 开始明显的变少了 而今天的这一场的话呢 会是一个将军打好鬼的对决 其实现在TOKIDO在联赛上面也是为了针对一些搬选的制度啊 防止自己的角色被搬 所以练了一个副角色的将军 所以他现在对将军也是非常了解的 那今天的这一场的话就会是一个自己的主力 打自己的副主力的一个对决 Dogora我在之前也讲过他一些对决 对吧 这个老兄就是在打一些非超一线的选手的时候呢 就各斗顺啊 对上那些超一线的选手呢 那就是各种崩啊 就从头奔到尾的那种 很难受 就总觉得不知道是哪里出了点问题啊 就打一般的强力的选手 他还是要比别人高出一个头的 但是真的打那些超强的呢 他好像就比别人要低出两个头了啊 但就很危险 跳中拳 再一发 一个头 头完以后 前前啊 这里是被抓了 那TOKURO这里打的有点贪 想要再多一次 Dogora也是在防守的时候敢做 直接选择巧 那么Dogora有点急啊 在这里 急的想要去把血量追回来 想要开出自己的VT 结果被对手摆了一刀 中拳摸中了 这里应该是压版边可以摆 再开一下VT 可以 中拳 然后VT 以后头 中拳压一下 下中脚车 碎坑 这里面VT交出来 空波 反向绕一个 有点骚 但是我觉得更骚的是Dogora今天防住的这一下逆向 正常人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下逆向吗 真的能看得出来吗 好了 那现在是来到第二等TOKURO在刚才的这一局当中 基本上是一个滚水球把对手滚死了 EX剪刀脚放倒两下连招掉了 Dogora在这里血妈咋 亏死了 这个两个剪刀脚连上的话是可以再压一下的 少一次进攻机会 少一些血量的压制 剪刀脚摸脚摸中了 还是非常简单啊 就是能够摸一些试一下 没办法 这对军真的要拼离回的话 TOKURO不输 轻角点中了 来了 开始考试 跳中拳下来 中拳摸两下 火波顶一下 打一下乱动 没打中 Dogora虽然很喜欢抢 但是在这个时候还是防得很老实 这一下难受了呀 那么大一段白雪之内被干了一波 Dogora现在已经是 哈哈哈哈 这个是什么 对空烧火 这败招败的有点大了 竟然是看到对手跳起来 又烧了一把火出去 应该是串招了 他想第一时间拉下去按重拳去做对空 结果是 很常规的出现了一个串招的动作 就一波送出去了 TOKURO也是很淡定坦然的面对的失败呢 接下来的第二局应该也不会特别的顺利了 以我对Dogora多年的了解 他打TOKURO好像胜率很低 现在是打到第二局 火波倒地 TOKURO Dogora这边用脸去撞波 连续撞两次 死亡冲锋 对吧 最后换来的就是死亡 中拳这一下是打掉了TOKURO的一发中拳 啊不对 打到Dogora的一个中拳 Dogora这个出手被抓了难受 剪刀却反没做 啊太远了 刚才那个位置的话做不了 TOKURO的这个好鬼手还是比较短 哎呀 这下想走逆向啊 TOKURO也是演技手快 猜到了 直接用阿修罗闪空 我这个反应是真的 你有时候就觉得那些选手的反应很 很让你感到惊恶 还有那种对策 各种好 那这一波Dogora心态要被打崩了 手上的资源又空 血量差这么多 追不回来了 直接一波就被带走 真的追不回来了 将军这个角色还是很吃资源 他真的是要打的话 你会发现他的输出基本都是一波 一波打出一个爆炸伤害 很少是有连绵不觉得能折得中的对手 轻角 然后取消踩头 这也是个骚操作 骚操作 倒过来还是蛮多的 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跳中拳 下来 压一波前前 直接被抓 倒过来又一次抢中 清掉剪刀 然后VS 这里是骗一下 想要抓一下TOKURO什么东西 走拳点错 来 这一下 血量已经有优势了 还是要本攻吗 哇 TOKURO 哎呀 没了 他刚才为什么下多鸟发波 这里是不把VT交出来呢 那不交出来 是想要再往后留一留 留到对手血量比较紧张 还是对手的位置比较差 然后再去开这个VT 有时候他们那种就很很舍得留啊 不像我们就感觉不行了 赶紧开出来 说不定开了就是一个机会呢 对不对 他们就很谨慎 哪怕说我这个摸到对手了 我也不值得开 我不求这一下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 才能把这个东西丢出来 现在是到TOKURO的赛点 VS7中 然后重拳给到最高 TOKURO差一头 在这个对军当中 TOKURO的防守一直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对手的射程上面是比较长 这一下是直接抓到对手剪刀脚一个打空 TOKURO这里是有点着急 给他投 投完以后 TOKURO这里手上的VT已经准备好了 在血量上面已经落后的有点多 这一波VT的话还是会像之前一样去要一个位置再开 如果没有位置的话 TOKURO这里应该是可以去跟对手多耗一下 一点点往前推 TOKURO这边应该是想要去拿这个位置 就是不急得开 但是多过来这里也是很清楚 每次一到靠近板边的时候就想办法换出来 这样的话你 TOKURO就很难把这个VT交得出来 火波中了 完了 这一下 TOKURO应该是要强攻了 看到这个板边尾出来 一波先逃进去 但还是差一口气 来了 到板边 这个VT只有在板边才能发出最大的威力 现在 TOKURO这里已经把自己的资源交完 但是他依旧是有一把入魂的之后 这里对手VT交了 但是抓不了 没东西可以 挑入 再一发投 接下来考试了 多过来想赖在地上多赖一会儿 这里要磨血 哎呀 这个真的是 多过来在想什么 为什么要动呢一下 给对手投一下 说不定不会输的 他最投了赖在地上不起来是对的 那就再防嘛 我觉得好像防了也有问题 反正我确实觉得好像有点 总觉得都有问题 在哪个环节上都有问题 多过来输的也是不太情愿 感觉好像最后是有智慧 但又没有看到明确的智慧 好了 那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那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